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出生于2017年8月1日 狮子座 是典型的萌娃 我眼圈平整 深色的眼神是园区最萌的 因为每天风吹日晒 我的毛发总是乱叫糟的 变成了焦糖色 我像个小刺猬 余生俱来的甜心气质 让我的人气爆棚 人见人爱 花姐花开 我和妈妈飞飞一起生活在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独家猿机体的盼盼园 因为我还没成年 园区里的奶妈和游客都特别喜欢我 我有点小顽皮 园区可爱的油赛花就这样被我拔掉了 你怕了吗 我最喜欢的还是爬在妈妈的背上 在妈妈的背上 我觉得很安全 熊猫也是需要被关爱的哦 我总是像一块橡皮糖一样粘在妈妈的身上 我粘 我贴 我靠 我就是不下来 每当我分担任的时候 大家的目光总是聚焦在我们身上 让我羞羞的不行 因为喜欢上天租地 我的毛发总会被改成像颜色 不听话的时候 菲菲妈妈也会教训我 因为顽皮和蓬蓬感是不听奶妈的话 身材还小的我总是被四两元轻松抱起 奶妈快放我下来 我已经不是一两岁的小屁熊了 你再这样对我 我觉得你不客气啦 我紧紧抱住你的腿 我就是不松手 不松手 知道我的厉害了吗 可是我有的时候玩的疯了 各种办法来一套 水沟里走一圈 草丛里窜一窜 这样一天下来 我就变瘦了 焦糖素菜肥桃 你们没见过吧 妈妈 妈妈 你可爱的小妈不回来了 好啦 今天和大家说了这么多 是不是对我的生活有了更新兮的了解呢 是时候说再见啦 我的小伙伴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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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